我们看叶伦已经抵达了北京 他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可以看到昨天的情况是什么 美国派出来的是财政部长 可是没有对等 中国大陆又来了 他又派了一个司长 记不记得 上次布林肯也一样 他派了一个财政部的 国际经济处的这边的一个司长 杨英明来接机 另外是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当然我们看到叶伦身段蛮软的 虽然是司长来接机 可是他跟杨英明握手超过20秒 感觉上两个人还是很热络 而且他们三个人还一起 把手指向天空 看什么呢 来 大家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 三个人在握手之余 往天空一看 看的是天空 出现了一道的彩虹 那指给叶伦看 这对美方来说也是一种提醒 中美关系带着诚意而来 互相尊重才能遇过天晴 那当然我们希望他们好好谈 而叶伦必须讲 她已经是一个年长的女性了 那她下机的第一餐 去吃什么 到三里屯去吃云南菜 大家知道三里屯非常接近 美国大使馆这里 很多美国的外交官 常常去那边逛街吃东西 以前我们记者也常常去 吃了云南菜 其实必须讲 我看起来蛮虚似的 这不是很贵的菜 而且他们没有做包厢 就坐在一般大众的 外头这个椅子上面 我们看到叶伦点了什么 点了很多的包括菇类 菌类的东西 所以中国大陆对岸的网友就讲了 说叶伦你第一餐吃菌子 菌就是我们像我们讲的菇类 像香菇各种菇类 难道是要先君子后小人吗 这一间店叫一坐一望 其实在大陆也蛮红的 它是一个连锁的云南餐馆 而另外我们看看叶伦 过去他跟刘鹤 前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 有交情 所以他建的第一个中方的一个 怎么说是一个重要人士好了 是刘鹤 刘鹤他其实已经卸任了 两个人来续续救 其实今年一月的时候 叶伦跟刘鹤在苏黎市还有见面 两个人相谈甚欢 见完刘鹤之后 一般预料他会跟李强 国务院总理来见面 我们看到叶伦访华 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说 也很重要 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关注 媒体也都在看 可是很怪 对岸的处理的方式很低调 连央视新闻都没有报道 这么重大事 没报道 央视6号的新闻联播要文30条 没有一条是有关于叶伦的 所以是刻意淡化吗 刻意打压吗 欲冤谈天 这个是微信公众号的一个人 他就讲了 他其实对外交各方面可能有一些涉略 他就说 整理美国新政府上台后的2147篇报道 从2022年8月开始 他认为中美交流 知情人是说越多 中美交流就越少 所以大家不要讲低调 都不要讲 你的交流才会多 是这样吗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他也批评 美国那些躲在媒体后面放话的知情人士 你少讲话 你闭嘴 如果你们再多讲 你们就是在阻碍中美之间的正常交往 所以叶伦这一次去的这个目的 去北京的目的 大家知道可能要为了这个美国国债 来尽一份力 来说服美国 美国要说服中国 你的国债不要卖 或者甚至可以买 我们再看看 这是第二波的美国高层访路 那叶伦这一次办的是白脸吗 他又是一名女性 又是年长的女性 所以他没有一个鹰派的脸孔出现 而且必谈台湾吗 像是IMF的前首席经济学家 罗格福就说 布林肯其实是坏警察 他扮演的是坏警察 他故意提了像是台湾 恶物战争 某种程度就是黑脸 那叶伦要唱白脸 一白一黑 其实是有关联的 中国全球化智库的理事长 王辉耀就说 我们不能说叶伦不受欢迎 可是你不能要求中国一边吞毒药 一边强言欢笑 那另外到底 这个中国大陆对于美债的态度是什么呢 你来推销美债 想让中国人掏钱买 你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响 可是有可能会得逞吗 或是有可能如愿吗 因为包括我们知道 今年六月中 美债已经破了32兆美元 是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145% 比之前的预测还早了9年 非常非常非常的沉重的负担 所以中美关系专家朱峰就讲了 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其实是下降的 离岸人民币的交易也弱化了 进出口压力也上升 所以中国有中国的难题 你要中国大幅的增持美债 这个空间可能不存在 现实其实蛮残忍的 另外如果美国得不到中国的债务支持 那会怎么样呢 会有大动作吗 战争会来吗 包括温铁军 他是中国的著名专家 他就说有可能会有发动 美国会发动代理人战争 新八国联军的模式 会出现这样子吗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内部也在讨论 如果美国发动这种大规模的 所谓的战争 我说的经济上面战争该怎么办 他们也有在讨论 来 先看一下这个借贷的规格 因为公告很明显 说叶伦到中国大陆的访问 是双方商定的结果 也就是说叶伦到中国来访问 不是中国的客人 所以他接待规格跟布林肯一样 不是副部长级的 而是有一个师长 国际关系 国际经济的师长 到机场去接待 而且我们可以从画面中看到 中方派出去的接待人很少 美方的接待人也不多 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叶伦 不是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 他只是财政部的部长 所以美国驻中国大陆的大使馆 去接待的人也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我的顶头上司 你看布林肯去访问的时候 美国大使馆几乎都全管都出动了 因为顶头上司来 每个人都希望在他们老板面前露露脸 让他看到我在 我在 我二密 我三密 我是组长 提包我一下 但是叶伦不是 财政部不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所以你认为司长 就中国大陆派司长规格是OK的 OK的 因为他不是客人 他是来谈判的 OK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来讲 在这个部分就是说 你不是我们的客人 你只是来谈判 我就派司长级来给你接待 也没有红地毯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这个谈判的过程 双方都是艰难的 对美国来讲是艰难 对中国大陆也是艰难 为什么 因为两国之间 已经没有任何互信了 尤其是中国大陆对美国 是完全没有信任的 没有任何信任的基础 原因很简单 美国人说一套 做一套 已经玩太久了 尤其是这一届政府 你看布林肯前段时间 才想方设访 说要去北京访问 之前北京也没有意思要他来 先从苏利文在维也纳 跟王毅的会谈 然后谈得还可以了 然后所以布了一个局了 然后最后布林肯也来了 来了以后 你看本来也谈得很好 结果一回去以后 拜登就对中国大陆不礼貌了 直接攻击批评 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 国家领导人 这个很不礼貌 很调性的事 而布林肯帮拜登背书 说他是我们老板 他代表我们的意见 而且我不会做 你中国人喜欢的事 我也不会 我还会继续做 你不喜欢的事 讲你不爱听的话 这个就是完全的挑衅 完全的挑衅 你想想看 到北京表面上姿态很好 一回去以后就翻脸 谁晓得你 这个叶伦来了以后 会不会也是姿态很好 一回去以后又翻脸 谁晓得你叶伦一回去以后 拜登会不会再来一个挑衅的话 欢迎这也就是说 只要没有满足你的要求 你就又来挑衅了 我觉得完全没有信任的基础下 你想叶伦如何来完成他的任务 他的任务很简单 第一个 中国不要再卖美国公债了 第二个 不但不要卖 而且要反买 第二个 你美元 中国不要再把它换成黄金了 多拿一点美元在手中 不要卖掉去买黄金 这个对美国也受不了 可是问题就在于 中国为什么要答应你 我们还很少看大陆 在谈判中有失利的 我在研究大陆的谈判过程中 他们谈判丢成的很少 他们绝大部分很少谈判输的 是 来 请教汤老师 这个财政部长 他的主要目的 第一个是找钱 第二个是花钱 你说他到大陆去 他是去找钱还是去花钱 当然是要去找钱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我自己 美国现在马上火烧没完 你要债那么高 而且上次的那个 债务上限危机过了以后 他又发了一兆一千多亿 的美债 好了 那你这些东西你怎么办 因为这些是马上就要 放在那里 希望有其他的国家 能够来加以分摊 好 那你去找 他去找钱 那去找 那当然是找到大陆去 因为现在的状况 我看你看这边 中美官家这个珠峰 我是认识他的 他就讲了 他说我们这个情况也不太好 其实他这个做法就是说 你也不要食指大开口 你自己看着办 可是我觉得中方可能会有一条路 就是让美方稍微的 给他感到一点温暖 是什么 他走另外的国家 并不是中方自己出手 你譬如说像卤拉 卤拉他欠了美国很多的国债 那中方是说来 我帮你还一部分 那我帮你还一部分 那是他的 然后中方就说 我再用人民币来买你的原物料 那你就有人民币了 那到时候你就用人民币 再来还我 然后我们就嫁接 以后我们做生意 我们就用人民币来做生意 那这样子的话 等于说像这些亚非拉 某些国家他就可以跟中方来配合 那配合的话 那就说用他们的名义 是可以帮你还一点 或者可以解你的美债 这种危机 到时候当然要看 是不是说中方是要用这个方法 他可放可收 那就看你的表现 看你表现怎么样 我们再来试试看 要不要做到这一点 另外温铁军专家 他是说会达到这个代理人战争 我倒觉得还可能没有走到 不会走到那么 那个样子的阶段 意思就是什么 这个战争是所谓的 这个最后手段了 因为我们前面还有很多的手段 因为你这个财政也只是一部分 那你还有外交 你还有这个经济 还有很多其他的 所以说我倒觉得说 他这个好像有一点言过其实了 是 来 其交董哥 叶伦到北京自己在推特发一个文 他就叫做六个字 中文六个字 沟通避免误解 其实我们也知道中美 这几年的贸易大战 是美国人挑起 百分之百是美国人挑起 可以很斬钉截铁的讲 中国大陆一点责任都没有 我就是处于挨打 所以我现在我是处于一个防卫的 今天所有的防卫 你美国觉得够当吗 那是一个必然的 那从企业 因为越伦从很早就要讲 就要去大陆 那一直被沿 沿了先让布林肯去了以后 越伦才来 他自己一个这个过程 会沿这么久就是那一颗气球造成了 二月四日 已经把气球打下来 美国也不公布 每天讲这个气球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说他间谍汽油 你开个记者会给全世界知道说 他里面有什么设施都厉害 你哪些资料 哪些机密被他探集了 没有 不敢讲 那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最近的反击 其实是满厉害的 7月1号 中国大陆对外关系法通过实施 7月1号开始实施 他是第一次把外交的政策 把它列到法律 那这个其实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他有很多的做法 7月3号大家熟悉的 他把他的稀有金属 一个加 一个折 他把它断了 这个当然是回复什么 回复你美国的动作 你们派艾伦来 以为一个白髮老奶奶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真的大量买你们美债 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才收动荷兰 对他的光刻机 电子卖到大陆 你是故意要再打我 对不对 一边说 我们艾伦布林肯来会对你怎么样 又去压迫荷兰人 那荷兰艾斯摩尔的总台是很去 所以你现在压他 中国大陆过几年就 他自己就会协会了 言下之意是什么 等他光刻机他自己协会以后 因为他有很大的市场 他的量产很多 到时候我们原来的客户 都会被他弄走 为什么 因为他比我们便宜 绝对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你美国找我们去对付中国大陆 最后我们受伤了怎么办 你也没办法回顾我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动作一项接一项 大家再往后看 其实他现在中国大陆 这两天有回击 他说我们中国大陆 是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那你现在用这些手法 来答案我们的话 那你们会反噬 就是你会自己会 自己受到 自受其害 可是你可以看到 越伦他这一次来 他想说我可以带来 不要误解 那不是误解 其实越伦 他虽然这些年来 一直在表现说 我们跟中国大陆 是不应该脱钩 我们应该怎么样 可是他没有办法去 针对他的老板 所以他现在来代表什么 代表拜登的险情不好 现在全世界都受到拜登 险情不好在影响 拜登希望比较好 比较好怎么样 你们不要再卖美债了 你们交易不要再鼓舞很多国家 去用人民币来做交易 希望美国还可以维持这样 所以这几天 对台湾人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张东谋 张东谋说我站在拜登旁边 拜登说工会回来了 他说他真的觉得很刺耳 为什么 因为你为了你的选举 你让我们跑去美国投资 为了你们的工人 然后为了你们的工会 你都是在为自己嫌疾 让我们台积电到美国投资 成本增加一半 然后我们未来也没有保障 所以你都是损人 对不对 然后来立即 那今天月轮摆着笑脸来 其实中国大陆也很清楚 我就接待你一下 但是我现在不太可能再上当 是在外交上面 在军事上面我们看到 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摆政 很多时候看起来都快要有冲突了